共識 也同步聯繫其他 有NBA資歷球員 他來比較像是宣傳層面 大於就是實際 他想要在這個聯盟耕耘 球迷會期待是正常的 因為畢竟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但是他如果不繼續 待在台灣的話 我覺得也不算意外 他應該也是想要去NBA打吧 因為NBA才是 他應該在的地方 發動一個轉身 轉手放過來 根據T1聯盟官方數據 霍華德上一個賽季 共計出賽20場 平均上場34分鐘 長均23.2分 16.2個籃板及5助攻 不過雲豹戰機 一樣是聯盟墊底 不管是票房 不管是網路的聲量 媒體的關注力 球迷的話題 Howard就是800%的 帶來非常龐大的效益 但是我覺得Howard跟林舒豪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球隊的戰機拉不上來 Howard慢慢的不新鮮了 如果他還要的 就是100萬美金以上 一個賽季 應該沒有球團會花這個錢 再請他來 球評分析 再回NBA可能性低 魔獸帶來的場外效益 也大於實際效益 只要戰機差 球迷關注度就會下滑 下一季回台打球 機率真的不大 三連新聞 李文勝參加宣 台北報導